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哲和主演的古装穿越剧《芸汐转》在爱奇艺上线,目前上线三天播放量2.3亿,相比同期网剧来说已经算中上游水平。 不过最吸引英武军注意的,是该剧的出品方,上海48影视有限公司。 48影视对标加情传媒,靠艺人开疆脱土。 从题材方面来看,芸汐转主要还是以网剧市场上常见的古装,穿越题材为主,讲述了泰尼之女涵。 芸汐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依旧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并与秦汪龙飞夜产生了错综复杂情感的励志故事。 在追求创新突破与圈层爆款的网剧市场,芸汐转并不算特别亮眼,合理能获得三天2.1亿的点击量。 英武军以为女主居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英武军蹲点谈幕发现,关锯大军基本包括两类人群,一类是改编原著天才小独飞的小说粉丝,另一类则基本都是女主居竟一的粉丝,占比约在七成以上。 早年,居竟一曾因中国第一美女,四千年一律美女的头衔遭到网友吐槽,但也因此获得了一大票粉丝。 目前,其微博粉丝量为693万,与芸汐转相关的微博点转评数量基本都在1万以上,也带动了一波不小的热度。 其幕后,签约公司上海斯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艺人经济为主的公司,成立于2010年,推出了中国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MH48,居竟一也曾是其中一员。 2015年,上海斯巴影视有限公司成立,开始不断购买各类题材的网文IP,全面打造由斯巴传媒女偶像参演,独立开创影视项目的内容产业公司。 最初,斯巴影视主要把目标放在了投资体量不大的网络电影上,如《有言在先》、《狄大人驾导》、《大唐西游记》、《少女侦探者》等,其中,绝匠甜心还入围了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年度精品网络电影奖项。 经过几部网络电影的磨练后,斯巴影视转而将视线落到了网剧市场,云西转算是斯巴影视第一部播出的剧集,随后还将有即将登陆爱奇艺的青春热血励志剧《热血高校》,改编自其点白金作家《我吃西红柿》的一届武侠剧《雪莺领主》、《剧交易考》、《择夜危机》热门话题的青春都市话题剧《笑夜曲》等。 但有一点,不管影视产品、题材类型如何变化,自家艺人永远是项目的核心。 可以看出,斯巴影视未来想要对标家型传媒的发展模式,打造艺人、影视共生互助的体系。 不得不说,家型传媒将这一模式做得非常成功,根据2010期上市公司艺人经济收入排行榜显示,家型传媒以2.2亿人经济收入名列全行业。 第二,仅比天宇传媒少了3000万。 近几年开启艺人布局的,除了欢瑞事迹、开心满花这些影视公司外,还包括优爱腾等互联网视频平台。 可见,作为中国娱乐行业的稀缺资源,艺人,尤其是一线艺人,片酬动辄几千万,代言,综艺接连不断,曝光度一日高过一日,利益空间发展潜力极大。 数据显示,仅2017年,新成立经营艺人经济业务的企业就达3036家,预计今年这一数量将会翻倍增长。 艺人经济公司便利丛生,中小公司借机拓展上游。 虽然市场火爆,但并不意味着艺人经济适合所有的影视公司。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发现,除了天宇传媒和嘉行传媒,其他公司艺人经济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基本都在10%以下,即便是以造星著称的欢瑞事迹和唐人影视,也是如此。 确实,相比影视剧来说,艺人经济收入只能用九牛一毛来形容,一些知名影视公司的重点影视剧项目,动辄版权倡议,几乎抵了艺人版快一年的营收。 大公司上前如此,中小影视公司就更不可能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时间在艺人身上,时间占现场不说,艺人成功的几率相比影视作品更具不确定性。 但是,影视公司想要谋求长远发展,艺人经济这一环节不可或缺,要知道影视天然和艺人经济有协同效应,布局艺人经济业务能够帮助影视公司抢卓产业链上游资源,降低成本能耗,增加话语权,甚至打造影视全产业链。 如今,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两大网综的火爆开创了偶像经济元年,而这些偶像背后的经济公司或将成为中小公司拓展上游的关键力量。 据数据捧统计,偶像练习生的参与经济公司总共为30家,两个月后,创造101的参与经济公司数量就增长到了41家。 其中,有华丽兄弟,紫文传媒这样的头部影视公司,也有旗鼓文化,四元文化这样音乐,二次元公司,但更多的则是乐团娱乐,香蕉娱乐这样的纯业人经济公司。 目前,已经有不少纯业人经济公司涉足影视领域。 如《韩庚》、《周笔畅》、《范城城》、《孟美奇》所在的《乐华娱乐》,就曾投资过韩庚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前任攻略》、《下游乔木》等。 日前,《月华娱乐》就曾表示,2018年下半年将在影视剧方面逐步发力。 其次,偶像练习生选手小鬼、朱星杰、周雁辰所在的《果然娱乐》公司在影视产业也已布局多年,旗下艺人陈哲远、《孝雁》分别在即将播出的《新绝代双交集新新新白娘子传奇》中都有所在。 果然娱乐与其他制作公司合作打造的穿越网感题材震的刺客女友皆由自家艺人单刚出演。 中小影视公司与这些艺人经纪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一方面,对于艺人经纪公司来说,涉足影视领域是拓展公司营收,打造旗下艺人知名度的关键,上面提到艺人经纪的收入远不及影视产品,但又苦于自己没有影视制作能力,所以发展初期需要与其他影视制作公司合作。 另一方面,对于影视制作公司来说,合作艺人经纪公司可以让演员来源更加稳定,有助于开拓上有产业链资源,而且在片酬方面能降低成本,甚至可以平摊一部分风险,一举两得。 不过,无论与什么样的艺人经纪公司合作,专业技能都不能丢,唐人影视公司总裁蔡易农曾经就表示,唐人并不是一家艺人经纪公司,言外执意,艺人经纪只是辅助,还是要以影视项目制作为主要发展重心。 毕竟,观众的神媒已经从单纯的看明星下菜过度至追求内容质量,未来的影视业精品化是唯一的出路。